大家好 我是貓哥 我們繼續講講之前車仔展的車 你們一定會說快點講講新車 但我也想清除這個系列 因為始終有很多特色東西 這次我們又跳回Mini GT 一口氣這次我們會講兩款車 影片會比較長 大家看到播放的車仔 自己去選擇想看的部分 我都會寫好 包括有一部紫色的Cyan 以及一部珍珠黃色的林寶堅尼 一次過講完兩部車 主要在外觀上 例如顏色上的東西 我們盡量講多一點 事不宜遲 開始今集 記得在影片開始之前 CLS我吧 大家已經看到這部車 其實今集沒有故事 為什麼呢 Cyan 我也講過 Avenador也講過 大家有興趣看右上角的資訊 可以看看這部車的資料 背景等等 好了 我們會先講一下 林寶堅尼的黃色 先 好了 大家看到這部車 其實整部車的結構上 和過往的作品也一樣 其實這款車已經出過很多款 在配色上會有少許不同 其實先講一下 這次在這部車的噴圖上 用上了一種較為 偏向雞蛋黃色的 一個淡珍珠 的脆黃色 整體效果來說 拍片大家會看到黃色一點 但實物是較為淡色一點 比較特別的顏色 配上鋼琴黑的頂 令整件事的對比度 令整體的車身線條 是符合立體感 以及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次在金屬粒子上的表達 是非常接近我們手噴的質感 非常有幼細度 以及很滑的 最重要這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它沒有滑透到痕跡的位置 令整體的線條 會出現一些黑色的坑紋 這個也值得一讚 非常之有立體感 我們輕輕地說一下車頭 其實這部車 我也在另一個牌子有說過 但是來到Mini GT這一款 其實它的線條方面 都刻畫得相當不錯 我自己這樣看 首先我們會看到 Y字形的車頭燈的招牌燈 依然都有 以及一些LED的點絕位 這些位置也有做到 第二點的位置就是 這個我們叫做 鬼面罩的一些入氣位置 也都做得相當之工整 還有 幼細的 感覺是幼細的 令到整體的感覺都不錯 也都可以體現出 它的幾何形態的結構 好了 我們來看看車側的部分 好了 來到車側的部分 其實基於這次噴了一隻 這麼特別的 我叫做 珍珠 翠黃色的效果 令到整體的車身線條 額外地 有一個BONUS的線條突出 令到它更加玲瓏浮 以及應該要有的高低起伏位 依然都會看得非常清楚 我們值得留意的部分 當然是在後沙板的結構上面 這些位置基於它噴得非常之 今次的顏色非常之 突顯到線條 很清楚看到 每一顆鍋釘的效果 也都非常之出色 我們值得留意的部分 當然也是側裙的位置 我們從側裙的部分 會看到 其實也有做到 幾何形狀的設計 這裡也做得相當之不錯 當然依然都是在日風的位置 如果它後來有做一些網紋的效果 整體的線條 就會更加立體 以及更加幼細 令到深度也會看得更加清楚 大致是這樣 我們又說一下車尾的部分 來到車尾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這次車尾的演繹上 就較為圓潤 其實如果日後這些位置 可以更加起閣 令到整體的線條 和前面的感覺 就會更加自然 但也這麼說 應該要有R形的車尾燈的部分 依然是有保留到 非常之清晰看到 網民的設計也相當之不錯 最後是死亡後的位置 這些位置的上色 沒有任何脫色的感覺 非常之英俊 如果日後會再做 這些位置如果用回碳纖 整體的感覺就會提升很多 我覺得它這個車尾 應該是屬於較為 早期型的設計 所以我猜 亦都是屬於它們 較早時候的一些 可能早兩年 一兩年前的技術 但大家已經看到 其實它隨著時間 進步了非常非常之多 可想而知 它們是不停地去改善 我亦都期望 其後它這個款式 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修正版本的 期待一下 我們打開內籠給大家看看 來到內部的結構 其實我就基於跟回 它當時F&A座裏面的設計 我會盡量去呼應 它這次這個 脆黃色的珍珠黃色 去做一個 我用鮮黃色去表達 整體來說 我就在一些坑紋 做了一些點絕的位置 另一點 也可以在前面中控台的位置 做了簡約的上色 令到整體的層次感增加了少許 我亦都是引擎的 這兩個我們叫做保護架的位置 我亦都做了一個黃色的點絕 令到可以在後面的玻璃上 亦都看到整體的結構 和輪廓的線條是如何 大家不介意 其實這款車 我覺得我自己看過 之前我收過銀色的那款 其實是絕對值得收藏的一款車 這款車當然 我看到現時店已經炒到飛起了 所以 我也不建議大家 用一個炒價的形式去買 看看有沒有機會 日後會出一些類似的顏色 再去購買 就這樣 好了 我們合起來 我們來講講另一款車 好了 我們就看到另一款車 也是這次會場的限定款式 其實我主要 整體來說 其實想講一下這款顏色 有一個淵源 還有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深度評測 其實我有講過綠色那部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看看整體的結構 好了 我要拿雙手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為什麼 Mini GT會選擇這款 原來是帶有來頭的 我也有問過 為什麼會有 其實他們就說 當時真車的車廠 林武堅尼代理 為客人訂做了一部 特別版的 林武堅尼Ciana 也就是大家看到 右邊圖片 那張照片 其實它當時的顏色上面 是由黑色的位置 漸變成為紫色 當然 Mini GT也拿到一個靈感 索性整個變成這樣 顏色 說一點點 這輛車的顏色上面 有一個代號 Volent 30 Mag 其實這隻紫色 其實也是很多年前 林寶堅尼有的Diablo 那隻紫色 後來來到香港之後 車主也選了一隻 很特別的燒光款式 這隻顏色是香港獨有的 大家會看到一隻很特別的紫色 摸上手的質感 帶有少許磨砂的感覺 令你的質感很特別 但依然在細節紋理上 非常突出 所以我們也這樣說 這輛車用在不同顏色上面 的確會有很大的效果 很期待它之後有一部 湖水綠色的效果 好了 我們打開內窿給大家看看 好了 大家看到內部結構了 其實我用了 基本上的設置和之前的時間 是一模一樣的 但今次我在顏色上的運用 也有嘗試去融入這輛車 配上一個紫色的安全帶 配上一個灰色的 我們叫做Game器內籠 即是達現了Y字形的 靈角設計的語言 另外在引擎倉的部分 也盡量嘗試去融入 讓它整體的融入度 會增加多一點 所以用一個紫灰色的效果去做 令整體的融入度提升一點 好了 我們又合回這輛車了 我們會再說說兩輛車的整體 其實很快 因為最主要是關於顏色、外觀、細節上的東西 很有趣 兩輛車都放在一起 令我想起一種 洛杉磯湖人的顏色 很特別 這個很強烈的反差 這個彩色組合 我真的沒試過這樣放在大家眼前 大家會看到的 你們又不要問我今集有沒有可購買指數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輛車的價錢 也封劍尤人 我就是知道 黃色這輛都炒了一定的價錢 紫色這輛好像都有一些 我之後會出 但我看回這個價錢都不是低的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去理性消費 覺得很少買 就像Glen老闆所說的 你真的喜歡的 那才好去買 那我們去做總結了 大家就看了整部車 一口氣都說了很多會場車 且慢著 還有一部很特別的車 令我有一個眼前一亮的感覺 這是什麼牌子呢? 相信大家都有買的 就是BMCREATION的一款 別別車 我也會拿出來和大家做一個開箱 這個牌子很厲害 我沒想到令我對它的印象是180度改觀 為什麼呢? 我們先買個關子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好 希望可以給我一個Like 最重要是給我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 最後就是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拜拜